我們上一次講到 最後以前講到耶穌與天國 中文29年那裏是第幾頁 17頁那裏就有這個耶穌與天國 上一次就有講到 其實有講到 關於千禧年 其實我來說這個不太重要 為什麽呢 到時我們就知道耶穌回來了 因為有千禧年就有 我也很歡喜的 沒有千禧年就沒有 我也很歡喜的 兩件都不太重要 只有一張 不會影響我們今天是《聖徒生日》 反而我講到另一個主題就是說 是災前未來 災終是災後未來 這個就很不大意 因為這個主題今次我們不是講的 不過在網上你會看到的 那個是災後未來的 耶穌回來降臨時去看 我們在《聖徒生日》之前是非常豐富的 肯定的 但是對於千禧年呢 我可能講到一點點 我九成是覺得沒有千禧年 不過我有一整個 為什麽這件事呢 我不跟他們說了 總之呢 是有一個經節那裏 是令到我不肯定這件事 不過我就說不要緊 又好又好 但是有很多人很強調千禧年 那我認識一個人 他很憑定 那他講的呢 他說我每次看到 聖經講天國呢 我就馬上想到千禧年 他甚至是主託文 原來的國功能 他馬上想到千禧年國能 到底聖經耶穌講到千禧年 到底是天國是講到千禧年 那我很簡單地講的主要的證據 為什麽支持 耶穌回來就是審判天堂地獄 再沒有一個一千年 然後呢 再一次魔鬼釋放出來 主要原因就是 在耶穌所講的 和保羅所講的 歸英活誓 都是耶穌回來就審判的 例如在曼帝二十四 林漿 主要說榮譽中國 萬俗都要哀哭 然後跟著呢 就是 他就將那些人分開 好似綿羊 這個木人的人將分開 右走的就是綿羊 講到山羊 綿羊就是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做了好事 山羊就沒有做 那綿羊就進入永生 而山羊就進入綿羊和他試著想越來越多 是即時就分辨出永生和永營的 那是沒有說到中間有一個一千年 是即時就分開的 那這個是一個最主要的支持 而看事錄是重複講耶穌回來七次的 那如果你想知道呢 你上網找看事錄和律師 你會找到我的YouTube的影片 我會很詳細將它分析 那你只要看我新一些的那個 因為我之前說過一次 那次我詳細 最近前幾個月說的那個很詳細的 很詳細的說出那些經文的分析很詳細的 那為什麼說到它重複 是說到耶穌回來的 所以它不是純次序的 而企少年實將所說的是 之前所說重複的 譬如說打仗 之前已經說 耶穌已經勝過那些列國 那並說到那些血流到怎麼樣呢 血流到好像馬環那麼多 六百里 就是很多人死了 還有那些飛鳥吃他們的肉 說到就是非常清晰的審判 所以為什麼還會有人再打仗呢 為什麼會重複這些東西 還有釋放撒旦 在城市長已經說到 開了這個毛蝦 就有黃蟲出來 還有他們的使者就叫做阿花頓 就是毅宜者的臉書 就是釋放撒旦 釋放撒旦出來 所以其實就是好像 約翰上的天皇 就讓你看看這個現象 你看看這個現象 就是看七印 七號 七雷 七腕 當你看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順滅絕的 是只是會有這些事發生的 所以這個是大家去承答另外的 看起來不是全部順滅時間接近的 而我們現在就在這個 主要的天國就看到 就是說到天國的特質是什麼 是完全沒有說到 有些人都說過千希臉其實 沒有這個東西的 我的意思是 耶穌說天國並不是說過千希臉 是說到這個救恩的國際 和將來會不會的國際 都回來了之後 OK 那我們現在就看下去 看一看 天國分了 你們應該會改 廣告叫人會改 全天國的呼音 我不是全部都說了 就是我們跳來講的 但是現在在第三個 虛心的人有福 天國是他們的 所以說到這個屬來生農 有虛心的人 為了事後非法的人有福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那這些是沒有說出天國是什麼 但我沒有說的 還有呢 晚派五章十九節 就是哪個人呢 遵從這個概念中 又叫人遵從天國 是稱為大的 天國我主要是主要的人 不能都尊天國 我要遵從我天父子的 才能夠尊去 就是說到信耶穌 不單是信 也都會有行動 也會增同神人 同東同西 有很多人來 在天國和阿伯 其實阿伯一同坐敵 天國是努力進入 這句經文的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說我們不是並動的 我們是主動 是努力放下著我 倚靠耶穌 信靠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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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耶穌 立即馬太十二章二章二迦就很重要 即是講天國已經、淪到了 他說 如果我靠著神的靈趕鬼 就是神的國淪到 這個經文很清楚 神的國已經淪到 所以這個不是說到天灰年 即是耶穌就是世的神 已經來了 而馬太十三章天國比喻 就是有講到什麼 薩種的比喻 四種的為不 這一種是普普 所以說到是犯人說耶穌 接著有這個廢子的比喻,這裏我沒有寫出來 我希望大家都會記得這些的比喻 這個廢子的比喻,就是天使殺了一些好種 但魔鬼殺了一些壞的種 然後兩個一起生,有墨子和廢子一起生 有人就說,不如把那些廢子斬出去 但耶穌就說,好,因爲這個原因 因爲他拔那些廢子的時候,連那些脈血都拔出來 等到末日的時候才會分裂 所以這裏講過,有人就受落神的教導 但也有很多人受落魔鬼的教導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提醒,我們信是什麼呢? 信聖經講的,很重要 我自己本身是很誠實的,因爲我爲什麽呢? 聖經我們信用真誠,有些人他們有一些教導 那我就給了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指責我聽過 有些人說,現在這個節優呢,就是壽印 那我就,我就懸念他,我說呢 聖經講到壽印之前出現呢 《起床十三章》 《起床十三章》說什麽發生呢? 有這個壽出現,他又強迫些人要拜他 那又有,他其中一個頭呢,受死傷了 但是呢,後來又撥回來 那些人就覺得很欺貴,那就拜他了 然後呢,就有第二個壽出現 這個第二個壽就說,第一個壽呢,就弄了個象 讓那些人每個都要拜他 然後呢,就說你不拜呢,你就可以做壽賣 要受這個壽印記 那我就跟他說,如果你有壽印呢 有兩個壽,這個壽呢,可能是壽的壽 可能是講到基督的系統 而他是全世界的,那些人都要拜他 就是全部的人呢 還有講到呢,明治武記在聖經冊上都拜他 他一定要拜他才可以做壽印記 但事實上,現在這個壽印是沒有壽印的 那你說有沒有效,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是沒有壽印的 那用聖經來講,這個根本是 完全都不是壽印的 是完全沒有壽印的 但是,有些人就會傳得很厲害 就是很多的,就是很多 就是很多,簡直還說呢 打完針,你就變成了壽壽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些 就是有機會是專發這些景點的 就整個變成壽 生出來的人都不拜託 那他就說,你千萬不要受這個壽印 那我就,有些人問我 我說,聖經真的沒有這樣的講法 這個壽印的就是,完全沒有壽印的 那有些人就怎麼回答我呢 你就用聖經來回答 那我說,我們信仰他,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聖經是說得很清楚 我們的信仰是那些聖經 所以,這個過程我希望大家學習到的 就是,我們什麼的信仰 一定要用聖經去探討 那我本身很接受全面聖的工作 包括神職,聖靈聰盆 我自己都是聖靈聰盆 但我同時,我又覺得很多人 就信了這個很靈精怪的東西 那這個是神想的 到有一天,因為慧耶穌說過這個 聖子的比喻 有些那些種子可以做錯 我又說另一個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在網上傳,他們聽過耶穌 我都不記得他們用什麼字 用希伐人文的 他說,你千古耶穌不能用耶穌 你要用希伐人文的那一字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這個 就一定要這樣的 還有,清風耶穌說,你一定要用希伐人文 一定要用希伐人文 Yahwe,清風神耶 那我很簡單的答覆 如果真的這件事一定要做 全本身的聖經是沒有做過一次 全本身的聖經是沒有找到耶穌 完全沒有找到耶穌 清風耶穌也是沒有用了希伐人文的文字 所以這個都是一些人的道理 我們就要分別了 當然這些是否代表他們不得口 我又沒有這麼說 不過總之天差啊天差啊 去到什麼位置呢 我們不知道,我們需要小心一點 所以這個例子 這些比喻就是講到 那些人錯誤的教徒 魔品的教徒 也都跟著其他有的比喻 都是講到 有人尋到很寶貴的珍珠 又買了那個地 因為那個地藏了一個珍珠 那他就說這些呢 在那個地那裏 不是,他藏了一個寶 在那個地那裏 那他就買了那個地 得到這個寶 那這個代表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說耶穌基督 就得到神很大的福氣 於是他原來寫了一切 就得到耶穌的福氣 那天國比喻都是講到 那天國是不應該信靠神的 而弟子的比喻是要講到活誓 就是要講到活誓的時候 會審判 所以天國是包括 今生為怎樣 信靠神 又不會誓的時候 審判 好了,那就 這就是 畫教徒六章十九節 將天國的藥時比例 就是地上粉狂 天上有粉狂 天上有粉狂 地上釋放 天上有釋放 那要講到就是 天國的鑰匙是什麼呢 那如果 地上粉狂 和天上粉狂 都是什麼的意思呢 那我們遲些 看證經驗的時候 是有的 那是有 parallel 的經文 是顯示出 就是講到 你聲音說的罪 就是釋放 你留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你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個人背改信主 我們就告訴他 實施的罪 但是那個人不肯背改 他如果一直犯罪 在教會提醒他 他又繼續犯罪 那時候 馬太方18週有講到的 戰略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三 如果他都不肯背改 他就不看他 他就外方人 和瑞利一樣 就不按他為帝公 而這個人 一直都不會說 他地上粉狂 就是天上都粉狂 就是天上都不能得到的 他都不能得到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 譬如有些人會這樣說 他有參加教會 然後他離婚 他已經叫我們不要離婚 他 但是有些人都說 避到離婚 對方一定會離婚 那他就無辜了 但是他就是他自己自我 或者甚至他有婚外情 所以他離婚 這個是反正經的婚夫 好了 正經 按照正經 教會跟他講 你不能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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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離開了教會 走去第二個教會 就跟這個新的女人結婚 那他就離開了新的女人 那他覺得沒事 但以天國來說 在地上狠狠 就是他最無法釋放 就是他最無法釋放 就是他就當沒事 這個是違反正經 就是這個意思 天國的鎖匙就是 能夠得到這個鎖匙 能夠哪個人 是背後信靠主的 這個人是得到的 如果他沒有這樣做的時候 他是不得到的 好了 那麥曼替十八章又說到 變成小孩之間 就是天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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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下面就是圓樹 就是 有人不肯圓樹的時候 神都不圓樹他 所以又說到生命的質素 諾河千貴真 的眼下第十九章 《比財主進天國向加拿》 也都是說到 原來錢財會爛了人的 所以看這麽多 都全部都是說到生命的質素的 那我們就 跳快點了 《華泰》二十二章 娶親的賢席 都是說到 一和為他賢二百年 請了別人 那些人又不肯 有很多推薦 然後呢 後來就去街上 什麼人都叫來了 但是在賢席 有一個人沒有腳禮過 那這應該就代表耶穌的意圖 他沒有真信靠耶穌 他就得救 所以這也是講到救恩的 天國呼音的傳 全天國呼音是傳 千禧年 因為傳耶穌的救恩 從一路的經文 都是傳天國 因為耶穌的救恩 並不是千禧年 有些人就會說 凡是說天國就是千禧年 這個真是很有可能 其實啟少年十一沒有說到這個 天國也都沒有說到這個 千禧年是沒有這個名字的 他只是說一千年 沒有說到這個 沒有說到這個就是千禧年的 而 有些人認為這個是 就是 在十五十一 不是說天國 那一千 就是代表 在一個代表數字 代表新約 很大 就是這個是一個 那我們 上一次講到 最後的時候講到 蘇宇天國 就是中文二十九 那裏 那裏 是第幾頁 那裏 十七頁 十七頁那裏 就有這個 蘇宇天國 那我上一次就有講到 就有講到 關於千禧年 其實呢 我來說呢 這個不太重要 為什麼呢 到時候我們見了它 然後就發現 有千禧年就沒有了 我也很歡喜的 沒有千禧年就沒有了 我也很歡喜的 兩件都不太重要 只有一張 不會影響我們今天 是圖心的 反而我講到另一個主題就是 是災前秘密 災終日災後秘密 這個很大問題 那因為這個主題 今次我們是看的 不過在網上 你會看到的 我講的是災後 其實為耶穌回來 降臨那時候 看的 那我 是圓心經歷以前 非常豐富 肯定 但是最終這年 我講一些 那些 我九成是覺得 沒有千禧 不過我有一些 為什麽 為什麽這件事 我不能說 不過總之 是有一個經節 那裏 是令到我 不肯定這件事 不過我就說 不要緊 又有好 但是有很多人 很強調千禧年 那我認識一個人 他很強調 那他講的 他每次看到 聖伊朗天國 我就馬上想到千禧年 他甚至說 主討文 原來要國國 他馬上想到千禧年 國國 到底 聖經 耶穌講的 千禧年 到底是 不是這個 天國 是神的救恩的角度 還有 其實有兩個 一個是救恩的角度 一個是榮譽的角度 然後回來之後 跟神在一起 這個就是榮譽的角度 那我 很簡單地講的 主要的證據 為什麼支持 耶穌回來就是審判 天堂地獄 再沒有一個一千年 然後 再一次魔鬼釋放出來 主要原因就是 在 耶穌所講的 和保羅所講的 歸因活誓 都是耶穌回來就審判的 例如在馬帝24年5章 主耶穌在榮譽中國 萬族都要哀哭 然後跟著就是 他就把那些人分開 好像棉羊 這個木人的人分開 右走的就是棉羊 說到山羊 棉羊就是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做了好事 山羊就沒有做 那麼 那棉羊就進入 永生 而山羊就進入 維柯鬼和他的事者想要做 而是即時就分辨出 就是永生和永營的 那是沒有 沒有說到中間有一個 天然 是即時就分開的 那這個是一個最主要的支持 而看事錄呢 是重複講耶穌回來七次的 那如果你想知道呢 你上網找看事錄 和律師 你會找到我的 Youtube的影片 我會很詳細把它分析 那你只要看一個新的那個 因為我之前講過一次 那節目很詳細 最近 前年可能幾個月 講的那個很詳細的 很詳細講得 那些經文的分析很詳細的 那麼就怎麼講到他同覆 是講到耶穌回來 所以他不是順次序的 而啟少爺十章所講的 是 之前所講同覆的 例如說打仗 之前已經講 好 耶穌已經勝過那些列國 他還講到 那些血流到怎麼樣 血流到好像馬環 那麽多 六百里 就是很多人死了 還有那些飛鳥 吃他們的肉 講到就是 非常清晰的 審慨的 所以 那為什麼還會有人在打仗呢 為什麼會做這些事情 而且釋放撒旦 但是 啟少爺十章 已經講到 開了這個門 就有黃巡出來 還有他們的使者 就叫做阿哈頓 就是 偉宜者的演出 就是釋放 釋放釋放出來 所以呢 其實就是 好像 約翰十章的天皇 呢 就給你看一下 你看這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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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看 七印 七號 七雷 七腕 所以 當我們看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是 順利益 是 只是會有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呢 這個是 大家去 定答 另外 看這裏 全部順利益 而我們現在 就在這個 指耶穌與天國 就看到 就是 講到天國的特質是什麼 是完全沒有說到 有些人說到 千禧言 其實沒有這件事 就是 我的意思 耶穌講天國 並不是說到千禧言 是講到 這個 救恩的角度 和將來容許的角度 也都要來之後 OK 那我們 我們 現在看下去 是 一段 天國分了 他們應該會改 講到叫人會改 全天國的福音 我不是全部都講了 萬替五章 十三節第三那裏 虛心的人有福 天國是他們的 所以講到 這個 熟年生農 有虛心的 為事後 逼迫的人有福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那這些就沒有說出 天國是什麼 但他們有說的 那就是 萬替五章十九節 就是 哪個人呢 遵從這個 概念中 遵從天國 是清為大的 天國 主要是主要的人 可能都要進天國 我們也將那些父子的人 才能進去 就是 講到 信耶穌 不單止信 也都會有行動 也會遵循神人 同東同西 有很多人來 在天國和阿法拉罕 其實阿法拉罕 一起坐地 天國是努力進入 這句 經文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不是並動的 我們是主動 是努力放低著我 倚靠耶穌 信靠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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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講到進入天國 不是好像 有些人的心態 就是 總之我信耶穌 但是那個心態 信耶穌不信得很討厭 是沒有什麼果子的 也都說不一樣的 他說呢 但是耶穌 馬太十二章入 就很重要 就是說天國已經淪到 他說 如果我靠著神的靈 趕鬼 就是神的國淪到 這個經文很清楚 神的國已經淪到 所以這個不是說天氣連 但是耶穌 就是世上的神 已經來了 而馬太十三章天國的比喻 就是講到 什麼 殺種的比喻 四種的泥土 這一種是普普 所以講到 是怎麼信靠耶穌 然後 然後有這個 廢子的比喻 這個我沒有寫出來 我希望大家都會記得這些 這個廢子的比喻 就是 但是天氣殺了一些好種 但是魔鬼就來殺了一些壞的種 然後就 兩個一起生 有蜜子和蜜子一起生 有人就說 不如 將那些蜜子斬下去 但是 但是耶穌就說 好 因爲什麼意思呢 因爲 他拔那些蜜子的時候 那些蜜子也拔起來 所以等到末日的時候才會分裂 所以這條廣告就是 有人就受落神的教導 但是也很多人受落魔鬼的教導 到末日的時候就分裂 這些是真信和素 這些是假的 跟同學的教導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 我們信是信什麼呢 是信聖經講的東西 很重要 我自己本身 我是很 是承認 因爲什麽呢 聖經我們信了很清楚 那有些人 他們有一些教導 那我就 比如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給我聽到 有些人說 現在這個 聖經就是受孕 那我就 我就原念他 我說 聖經講到 受孕前出現 起床術三章 起床術三章 講到什麽發生呢 有這個獸出現 那他又強迫些人要拜他 那又有 他其中一個頭 受死傷 但從來又活斷 那些人又說 覺得很稀奇 那就拜他 然後呢 有第二個獸出現 這個第二個獸 就說 第一個獸 就做了個帳 讓人每個都要拜他 然後呢 就說 你不拜呢 你就可以做賣賣 要受這個獸印記 那我就跟他說 如果你有獸印 有什麽出現呢 有 兩個獸 這個獸 可能 這個獸 可能是講到 基督的系統 而他呢 是全世界的 那些人呢 都要拜他 就是 全部的人呢 還有呢 講到呢 明字無記 在森林冊上 都拜他 他 一定要拜他 才可以做賣賣 但事實上 現在 這個獸印 拜 是沒有拉家的 那你說有沒有效 這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 是沒有拉家的 那 那用聖經來講 這個根本 是 完全都不是 仇人 是完全沒有拉家的 那 但是有些人 就傳得很厲害 就 很多 就是 很多 簡直還說 打完針 你就變了怪獸 那樣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那些有 有經驗是 那些 就整個變了怪獸 生出來的人 就變了怪獸 那他就說 但是你千萬不要搜這個 那我就 有些人問我 我說 聖經家沒有這樣講 這個認識 就是 完全都沒有認識 那有些人就怎麼回答我呢 你就用聖經來回答 那我說 我們信仰他 到底是什麼 因為 聖經是 所以 他剛才說得很清楚 我們的信仰是 那些聖經 的 神都說 一點都說 都不是 我們的信仰是 那些 的 所以 這個過程 我希望大家學習了 就是 我們什麼的信仰 一定要來聖經去探討 那我本身 很接受 全面聖的工作 包括神職 但是聖經中會 我自己也是聖經中會 我在聖經中志 你看看YouTube的節目 才看到我很多 在聖經裡面的醫治 講情 這些全部都有 但我同時 我又覺得很多人 就相信這個 古靈精怪的東西 那這個是 神想的 到有一天 因為 我剛才說過 這個 太子的悲言 有些 那些種子 可以做錯的 我又說另一個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人在網上傳 就是他們 聖呼耶穌 我都不記得 他們用什麼字 用希伯人民的 他說你聖呼耶穌 不能用耶穌 你要用希伯人民的 那些字 我不知道有什麼 我沒有聽過 就一定要這樣的 而且聖呼耶穌 你一定要用希伯人民 師父 一定要用希伯人民 阿佩 聖呼神 如果真的這個 一定要做 全本身的聖經 沒有做過一次 全本身的聖經 沒有找到耶穌 完全沒有找到 聖呼耶穌 也沒有用希伯人民 所以這個 都是一些人的道理 我們就要分裂 當然 這些是否代表他們不得口 我又不會這麼說 不過 總之 偏差偏差 去到什麼位置 我們不知道 我們需要小心一些 所以這個 例子的比例 就是講到 人們錯誤的教育 魔品的教育 跟著其他有的比例 都是講到 有人尋到很貴的珍珠 就買了個地 因為那個地 藏了一個珍珠 在那裡 那他 這些就是 在那個地 不是 藏了一個寶 在那個地 那他就買了一個地 得到這個寶 那這個 叫什麼 就是說 就是 得到神 很大的福氣 於是 寫了一切 就得到耶穌的福氣 那天國的比例 都是講到人們 信靠神的 而 弟子的比例 是要講到活逝 就是要講到活逝 就是要講到活逝的時候 會審判 所以天國是包括 今生為怎樣 信靠神 跟著人們 人們活逝的時候 審判 好了 那就 話題是六章十九節 將天國的藥士給你 就是地上貧房 天上有貧房 地上積房 天上有積房 那要講到 就是天國的鑰匙 是什麼呢 那如果 地上貧房 和天上貧房 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遲些 看見經驗時 會看到的 那是有 parallel 的經文 是顯示出 就是說到 你釋認誰的罪 就是釋放 你留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你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個人背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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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我都不會說 他地上貧房 就是天上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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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得到積房 他都不得到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 譬如有些人會這樣說 他有參加的教育 然後他離婚 他已經叫我們不要離婚了 但是有時候就說秘動離婚 對方一定會離婚 因為他無辜 但是他只是他自己自動 或者甚至他有婚外情 所以他離婚 這是違反正經的婚覆 好了 正經 按照正經 教會跟他說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離婚 他離開了教會 走去第二個教會 就跟這個新的女人結婚 那就離開了新的女人 他覺得沒事 但是天國來說 在地上狠狠 就是他最無法釋放 就是他最無法釋放 就是他就當沒事 這是違反正經 就是這個意思 天國的鑰匙就是 能夠得到這個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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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沒有這樣做的時候 他是不得到的 好了 反正十八章 又說到 建徒小孩 就是天兵 天國就是天兵 然後下面就是圓書 就是有人不肯圓書的時候 神都不圓書他的 所以又說到生命的質素 那些人也不肯 有很多推薦 那些人也不肯 然後呢 後來就去街上 什麼人都叫來了 但是在圓書 有一個人沒有做禮過 那這個應該代表耶穌的意圖 他沒有真信靠耶穌 他就得救了 所以這個都是講到救恩的 天國的福音 天國福音是傳 天國福音是傳 千禮年 因為傳耶穌的救恩 從一路的經文 都是傳天國 因為耶穌的救恩 並不是千禮年 有些人會說 凡是說天國就是千禮年 這個真是很有名 其實在圓書中 是沒有講到這個 天國也都沒有講到這個 千禮年是沒有這個名字的 他就說一千年 沒有講到這個 沒有講到這個 就是千禮年 而有些人認為這個是 在圓書中 不是講千禮年 那一千 在一個代表數字 代表新約 這是一個 那我又不會這樣說 就是 因為呢 對於教導 我要這麼說 最重要的教導 關於救恩 和救恩的果子 這是最重要的教導 這是最重要的教義 不然歸神 神是誰 神是 包括聖父聖子聖靈 神的質素 這些呢 的教導是最重要的 在這些教導上有問題的 它就會影響救恩 好了 除了之外 其他一些呢 就是有些呢 都很相言的 但是有些是越來越遠的 那 是不是每一個教導 做的錯誤一定 如果是越來越遠的 我就不明白 但是當然我們 中國 全部的教育都跟上 不是我們是跟上的教育 那我就會說 就是 最好就是 分裂精神 就不要隨意 人家說什麼 就隨意 好 又馬太二十五章 又說到 馬太二十四章 就是 講到耶穌回來的慶兆 和耶穌降人 二十五章 是非常重要的 三個比喻 是講到 末日的審判 的比喻 來的 就是 五千二千 那個賺了五千二千 就是 梁善又忠心的暴人 然後那個 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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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比喻 都是講到審報的 就是有沒有用抵抗的真面目 又第三個比喻 又是三人的比喻 就是有沒有做在主的抵抗身上 那 那 其實這兩個比喻 第二和第三 就是告訴我們 基督徒是有責任 是奉 和祝福其他基督徒 不是選擇來的 即基督徒是奉不是選擇來的 不是選項來的 是任你做不到的 是任你做的 不過 是奉的意思 不是一定要在教育的方位 而是你真是神的這個恩賜 為祂使用 並且 我們會做在主的抵抗身上 無論什麼方式 你幫助人的靈魅 都是神所欺悅的 到時審判就是按照我們有沒有 使用我們的恩賜 和有沒有做在主的抵抗身上 或者做在不信的人身上 幫他成為主的抵抗 那這些都是神會審判的原則來的 而且是跟著馬太二十四章 馬太二十四章 又回到神會審判的 跟著二十五章 就是審判 所以 這裡就說到天國是什麼呢 有根性的 還有我們怎樣使用一心形 入到審判的神會 就是我們可以進入中間的 隨意的角度 好 OK 好 然後跟著下面 都是說到別人 有忠心 耶穌說到 首付由來法學 不顧信神的國 都是說到 信神的國的人 應該是放下一切 不要只是看著後面 是有神體的 6加17章21節 這個經文非常重 神的國就在你的心裏 這一點追求 就是說 解釋神的國是什麼意思 不是一個外面的國度 是一個心裏的神外關係 羅家22章18節 和今天我不再看著 復習的原文 是復習的發現 是沒有說到只是復習 可以是走 因為耶穌那時是用復習的 用復習的 用復習的 有些教會就用復習的 用復習的 用復習的 我們可能覺得 不要緊要 不過聖經翻譯 就是把他的看法 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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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當時用復習的 那就是講到聖誕了 就是 等到神的國人來做 所以神的國是什麼呢 就是 就是 人若不自從生 就不能變神的國 就是說 一定要重生才能夠變成神的國 人若不自從水和自從生的 就不能變成神的國 OK 有個問題 主要就是從聖經看天國 是一點都沒有提到一個將來的國度 也就是提到 是 今世為何順利 我們接受審婚 就是主要是討理這方的 也就是講到進入 我聽過 一邊想碰的時候 是真人 平常就是 神偉以來的國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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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